张化县内多所国小于15日不约儿童举办孝庆 其中包括大春香春上国小 袁林镇侨姓国小以及饶民国小 立法委员魏明谷 张化县议员陈素月 袁林镇镇长张景坤 张化农田水利会主席肖伯修 以及各方代表士绅等贵宾均纷纷前往祝贺 孝庆活动场面相当热闹 侨姓国小举办101年度孝庆 有很多的贵宾还有家长都很踊跃的来参与 来庆祝学校的孝庆 活力的侨姓快乐的儿童 这是我们学校的充值 相信每一个同学在这样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 长大以后每个同学都是侨姓 未来的接触的效应 广念区几个学校都办理这个运动会 所以所有在早上参加我们广念国秀 还有我们乔信国小老民国小的运动会 今天是东洋高照天气非常好 也是适合运动的好天气 在這裡也祝我們所有的海豪運動會 都萬萬成功 那我們也祝我們的園林國小 僑信國小這三所小學 都在今天舉行他們的運動會 尤其是我們的僑信國小是50週年 特別有意義 那我們在這個運動會的舉辦期間 我們也感謝家長的配合 能帶動我們小朋友的一些活動 戶外活動 我相信藉由學校的運動會 能把我們園林鄭民的體力 照顧得更好 那我們的騎騎學校 真正日上 我們的校園昌隆 校信中有和和音樂操的表演 也有全國第一的武術表演 更有時下最流行的騎馬舞 一同慶祝學校生日快樂 希望透過運動競技 讓學生們培養運動的精神 勝不交敗不寧 能夠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直得更遠 那同時也凝聚家長的向心力 家長會非常熱心 積極的參與校務 校信國小最具特色的武術部分 那我們榮獲全縣12連霸的一個佳績 那我們也利用校信的一個機會 來展示我們平時努力的一個成果 那除此之外我們也結合 各班級的一個教學的一個成果 展示在學生的活動中心 以及環境教育的一個努力的一個成果 深耕饒民夢想起飛 饒民五一再創風華 期盼更多熱心教育人士 更多的關心教育的人 一起來慶祝我們饒民五十一周年校慶 讓饒民未來明天會更好 今天是饒民國小五十一年周年校慶運動會 看到今天各位小朋友的精神都非常好 在我們饒民國小黃校長的領導之下 我相信我們將來 饒民國小可以為社會培育更多優秀的人才 各校相當重視此次校慶 特別安排一系列的表演活動 除了感謝老師的用心指導 也很感謝家長的支持 透過校慶活動 校方將教學成果展現出來 讓參與的家長都看到多元學習的成果 公益頻道林俊明綜合報導